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以及整班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和教育界人士 連日以來藉著歷史科議題的爭議 狂咀考試及評核局 實情這場大農諷背後的真正目的 就被新華社的評論露出了端藝 無非都是為了整肅香港教育界 楊潤雄只不過充當著一隻爛頭卓 要上演這場香港版的炮打司令部 楊潤雄昨天出來見記者時說 教育局對於有關題目嚴重傷害 國民感情及尊嚴深表遺憾 他說這題目無論在資料選取及題目設計上 都不能配合高中歷史課程終止的目標 因為這題目本身沒有討論空間 答案只有弊 不會有任何理 如果按照這種邏輯的話 歷史科有很多題目都不需要設開放式問題 因為你追求的是政治正確 譬如說岳飛到底是否人民英雄 如果要按照現時 官方的政治正確答案當然不是 因為他對抗的只不過是金朝 金朝的人女真人就是滿族 滿族就是構成中華民族其中一個部分 如果岳飛是民族英雄 豈不是會破壞民族統一的大業 按照同樣的邏輯 連袁崇煥也不再是民族英雄 因為他抗的只不過是後金 後金就是滿清 所以又不是民族英雄 你不如把所有答案寫清楚 讓學生照背墨算數吧 這樣就不需要有一個思考空間 其實最終的目標是要洗腦 洗腦最好的辦法是甚麼 就是背墨 那用不著給自由空間的考生去作答 楊潤雄還說 那些學生極有可能給題目引導作答 日本對中國帶來利多於弊 得出了和整個民族理解不符合的結論 就說這題目未能公平地考核考生的知識和分析 所以取消這條試題就是最有效的措施 不過教育局只要求取消題目 就要視乎考評局如何跟進教育局的要求 這就不是施壓 說到出口也不叫施壓 那甚麼是施壓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如楊潤雄出來說說 這些真是最討厭的 你出來施壓便施壓 反正你也要上演這場大龍鳳 你也要上演這場的炮打司令部 那何必顧作矜持呢? 有記者還問到他 說毛澤東曾經多次感謝日本皇軍侵華 楊潤雄說 領導人的說話就要審視他們說話時候的背景和環境 據理解就未必是字面上的意思 難道你楊潤雄局長現在做了毛主席的全心師? 還是做了靈界的問迷? 你怎知道毛主席的意思是甚麼? 不按照毛主席說話的字面意思來解讀 應該怎樣解讀呢? 說了出來又不是這樣解釋嗎? 那需要提請黨校解釋嗎? 需要找黨校的專家來解讀一下說話原意嗎? 如果按照你楊潤雄這個邏輯 所有歷史書都不用讀了 你怎知道作者是否在被迫的情況下亂寫的 你怎知道他寫的是堅定留的 你怎知道他寫的時候的背景是怎樣 如果按照你這種邏輯 整個歷史科應該取消了他 當然他們是不會取消歷史科的 因為他們搞那麼多事 無非就是要將國民教育科借私還雲 就是要借著歷史科來還雲 其實歷史科試卷的問題 到底問甚麼呢? 一點都不重要的 是無關雲子的 他只不過是一條導火線一條引子 讓這些建制派和教育局 作為一個設立點去干預香港的教育制度 根本上整班人已經處心積累了很久 包括當這條歷史科試題推出的那一天 無厘頭可以找到 這個考評局其中兩名職員 他們在社交平台上的私人對話 拿出來批判一番大造文章 就說這兩位人兄沒有資格出題 又說這兩位人兄如何對不住國家民族等等 好了 整班建制派的議員和教育界的人士 加入來批判 接著到林鄭發表了大名鼎鼎的 無厭雞農論 就說香港的教育制度不能夠成為無厭雞農 教育局加入了 對於歷史科的試題 作出強烈譴責 在當日 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又發表了一篇貼文 又說香港的教育不能夠無厭雞農 其實是跟林鄭互相呼應的 又不知關於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什麼事了 考試這些就是香港的內部事務 不過不要緊 中聯辦自己都詮釋了《基本法》 就說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不是根據《基本法》第22條 在香港設立的 中央對香港又有全面的管治權又有監督權 他什麼都可以了 接著就到新華社了 他們發表了一篇社論 標題叫做 《香港必須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 說明要有一個新的教育體制 裡面有兩段是重點 他怎麼說呢 就說文憑市的政治導向問題 只是香港教育問題的冰山一角 多年來 香港教育系統可謂百病重生 教師、教材、學校、考試、管理以及相關制度的設計 都存在著明顯的問題和缺陷 校園就似乎成為了可以事無忌憚、鼓吹歪理邪說 攻擊一國兩制、詆毀民族國家的法外之地 一些甚至尚未成熟的學生被反中聯港的分子誘騙利用 成為搞亂香港的馬前桌 俗語說中什麼因就會結什麼果 香港教育病得不輕 修例風波中暴亂延長一張張志氣的面孔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實這些又是老調重彈 就是將自身不得民心的責任歸咎於教育制度 就是因為教育制度不夠洗腦 不能夠教出一些對黨和國家完全服從的學生 根本上你們自身沒有任何責任 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麼多亂子 因為教育制度出了問題 百病重生 整個政府完全沒有問題 接著那段社論還說到 說香港中小學教育至今仍然沒有進行去殖文化的過程 真不知如何理解這一句 還說沒有建立到和一國兩制制度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 回歸之後 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香港的教育也應當從殖民地式教育 轉變成為一國兩制特色的教育 即是洗腦教育 即是國民教育科 一國兩制令香港擁有獨特優勢和非凡魅力 堅持一國始終實行兩制的前提、基礎和根本 在培養合格國民、厚值公民、加國情懷的大是大非問題上 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說得很清楚 要建立一個具有一國兩制特色的教育制度 而且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強調一國是沒有兩制的 即是要搞洗腦教育 要將國民教育復辟 但是又不能夠將國民教育獨立成科 因為之前被人反對 那怎麼辦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將它斬件 滲進中國歷史科 在今年的九月開始 初中已經將中史科定為必修科 而且將遠古的歷史縮短來教 到了中三的時候 只是教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裏面會有什麼材料呢 而且建制派還不停地強調 說要將通識科來整頓 林鄭已經答應了 會整頓這個處理 這個通識科就沒有人走 但是很多人都說 要將中史科列為必修科 那為什麼要列為必修呢 中史對他們來說有什麼特別呢 他就是要政治走路 不就是要將這些洗腦的內容 滲進中史科當中 不然就讀來把屁嗎 所以我估計在接下來的時間 在建制派的補教護行下 中國歷史科將會成為高中的必修科 至於通識科 就肯定會遭到大規模的整頓 至於怎麼整呢 就不知道 會不會將它由必修科變成選修科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方向 但是不要忘記 通識科本身都是由你特區政府主動來推行的 只不過你就弄巧反絕 使得那些學生學習了獨立思考 學習了批判性思維 你現在又說要做這個中史科 如果到時真的變成必修的話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夠實踐到洗腦的功能 除非一件事 就是將所有的教師 一律就轉為大陸人 那就可能有機會了 始終人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將教材阻換又換 將課程阻換又換 你將詩資不換 其實他自己都說了 教師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對 請多些大陸的教師 而且這樣也不夠 還要將資訊流通 自由限制他 還要將之前買下的 那些在圖書館的歷史書 全部作出審查 凡是政治不正確的 都調掉他 那就可能有機會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